二次元美少女们争奇斗艳 这是韩国NEXON GAMES开发的战略RPG手游 蔚蓝档案 主打学员青春物语特色 玩家扮演老师 指挥武装美少女学员作战 在台港日韩都拥有超高人气 最近才在国际服官方直播 欢庆三周年的热闹场合 却因为用字争议惨遭炎上 仔细看 主持人介绍最多人玩的国家时 台湾No.1排第一好棒棒 但图表上用的分类是by country 依国家区分 让中国玩家超级不满 纷纷扬言抵制 眼看事件发酵 官方紧急发出道歉声明 简体版写着 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港是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繁体版则称 一向尊重一个中国立场 对错误用词表达歉意 直播影片也火速修正 没错图表中的country 已经改成region地区 不过这一改又引发底下一波 网友论战 多半都是挺台湾 有人狂酸 中国人请回你的国服 国际服没你什么事 也有人高喊 台湾就是个国家 还有台湾玩家喊话 贵都贵了 是不是能发点补偿 安抚心情 NEXON Korea旗下 除了蔚蓝档案 还有包括风之谷 跑跑卡丁车等热门人气手游 这回应用字掀起争议 只能说游戏跟政治 要一马归一马 还是好难 三地新闻 K亚韩报导